大家好 我是刘洋英语的Arena老师 今天我们的内容是5月份更新的基金预测 这一次的基金更新有效期是从今天一直到下周四 我们的真题基金会每周更新 并且在刘洋英语的公众号内发布 好那么今天的更新内容一共包含了以下8个部分 那么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这8个题目 好我们先从口语的部分开始看起 口语当中RA Read Alive出现了一个新题 这个新题包含了几个热门的考点 第一个考点就是它考了生词 并且还包含了一些比较长的生词 比如以下这么几个 第一个Constellation 下一个Celestial 紧跟在后边的有一个叫Sphere 再来后边有一个叫Mythological 后边长词Inanimate 和最后一个你大概能够猜到意思的叫Prehistory 这么几个词汇当中其实有好几个都是高频考词 比如第一个Constellation 它第一次出现就是在你的RL口语题 叫Ritual Lecture当中 有一道题目叫Black Hole 黑洞 里边就考过了新作Constellation 下一个考词Celestial 实际上也是高频题当中的 在你的这个月的高频SST当中 叫爱因斯坦 Einstein 当中就考了一段文字 叫Celestial Notions 天体的概念 所以Celestial也不是一个生词 下边一个叫Speed Speed这个词会看着比较的眼熟 因为你经常会在其他的题目当中碰到这么一个词 叫做Hemispeed 好 Hemispeed的话意思叫半球 那么半是指谁 半指的是前边这半个叫Hemi 叫半 那么后边Speed就叫做球 所以Speed这个词就是球的意思 好那么在下一个 Mythological 这个词会确实是一个第一次出现的考词 如果要算生词的话只能算只有它一个 叫神话的 好 这个考词要注意它的重音位置 Mythological 重音在后边 好 接下来Inanimate 这个词汇第一次出现 就是出现在了你的写作高频题目 有一道考题叫Illusion SWT的一个考题 Inanimate叫无生命的 最后一个词汇的话 猜也能猜到它的意思 就不讲了 好 除了生词以外 这个考题还考了第二个热门考点 叫做长距 那么长距的话 你就一定要想好把断距的位置给它作对 第三 这道考题当中还考了一个叫 一群的考点 意思群体 比如这段文字就是一个一群的考法 那么这个时候就要注意 长距和一群在考试时候的处理 好 我们继续看下一个部分 下一个部分的话呢 是RS和Refram Dictation WFD 这两个题目 我们都做了一个叫考试页面 可以看一下这边 完全还原了当时考试时候的一个状态 以及配好了秒表 好 下边一个的话 每道题目都配好了答案 并且RS当中还特意标出来了有几个词 这样就好区分是短句还是长句 好知道自己到底做的如何 另外这两个题目 我们选用了官方常用的speaker 一共请了八位外籍教授来给大家录音 Representations当中 你会听到四位教授 和Refram Dictation当中 你会听到另外四位教授的录音 这也是为了还原考试时候的状态 考试时会碰到多人种 多口音 多语速 好 所以我们根据考试常见的状态 给大家选择了八种不同的声音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听一个预览 这些音频会根据Refram Dictation的真题进行更新 更新的时候我们同样会发布在刘阳英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 好 那么接下来下一个部分 还是口语题 Describe Image描述图片 这个部分当中一共更新了七个考题 这七个考题全部都是老题 这么几个题目当中一共包含了有四个是常规题 比如两个流程图 一个丙图 还有最后一个是地图 还有三个是图片题 一个是电脑 一个是鱼 还有最后一个是骨骼图 所以大家要注意DI当中图片题的比例在增大 一定要注意图片题的讲法和图片题当中内容的得分词汇 好 最后一个更新的口语题是Retal Lecture RL一共更新了三个题目 其中这道题目更新了它的原题文本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音频 好 RL的题目我们都像这边一样 配好了有音频地址 还有它的确认原文 以及在考试的时候有一些什么样的tips都放在了上边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写作的部分 写作的大作文 每道题目我们都像这样 已经配好了有高分的逻辑 可以套用这样的逻辑直接写成合成文 阅读的部分 下拉题当中更新了是一个新题 另外还有新增了13道高频考题 但凡是新增的题目 已经在旁边用红字给标出来了 好 接下来阅读的拖拽题也一样 一共更新了有五个新题 全部都给大家标注好了 另外还新增了有19道高频考题 好 大家一定要注意 刷题的时候不要只看这些绿色的部分 要把整篇文章通读一遍 因为考试时它很可能会给你换空 好 那么最后一个部分就是听力的 filling the blanks填空题 我们一共更新了有三个新题 另外还有新增了有八个音频 到现在为止一共35个听力真题 我们已经把音频全部都补齐了 好了 基金预测 我们会每周保持更新 如果想要领取的话 扫这里直接联系学姐就可以了 好 谢谢大家的关注 我是刘洋英语的Arena老师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